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世纪第四十章 第一至八 十六至二十三节 这是以后 埃及王的九政和善长得罪了他们的主 埃及王 发恼就恼怒 九政和善长这二成 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间里 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 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 约瑟便伺候他们 他们有些日子在间里 被囚在兼之埃及王的九政和善长二人 同夜各做一梦 各梦都有将解 到了早晨 约瑟进到他们那里 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 他便问法老的二成 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 说 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他们对他说 我们个人做了一梦 没有人能解 约瑟说 解梦不是出于神吗 请你们将梦告诉我 善长见梦解得好 就对约瑟说 我在梦中 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 集上的筐子里 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 有飞鸟来吃我头上 筐子里的食物 约瑟说 你的梦是这样解 三个筐子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 法老必斩断你的头 把你挂在木头上 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 到了第三天 是法老的生日 他为众臣仆设摆宴席 把九正和善长提出奸来 使九正官复原职 他仍旧立备在法老手中 但把善长挂起来 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 九正却不纪念约瑟 竟忘了他 反思 约瑟被家人出卖 被主人冤枉 被送进牢房 应该是很失落和沮丧 可是他仍然有神的同在 被神使用 他在监狱里还能为别人解梦 做神美好的见证 我们都会经历苦难和危机 尤其是在这个病毒和瘟疫 扩散的危机当儿 我们更要看到神的作为 神能在我们的患难使用我们 因为危机就是危险的机会 我们应当学习 让神在最不可能的时候 行出最大的神迹 一看到需要多过问题 约瑟看到别人的需要 多过自己的问题 他看到法老的二臣 面带愁容 就想帮助他们 谁会在监狱嬉皮笑年呢 约瑟在哪里 神的同在就在那里 我们也要学习看到别人的需要 愿意放下自己的问题 来解决别人的问题 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因为有神 我们就能够在苦难的时候 先为别人着想 二 愿意付出多过埋怨 约瑟也可以花他的时间 天天埋怨神 但他没有 而且还成了监狱长的助手 帮助管理其他的犯人 他看到别人的需要 也帮助他们解梦 只要我们愿意付出时间 神就能使用我们 不要在慌乱的时候 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而不是成为众人的反应 你的埋怨不会带来祝福 而你的付出却能带来改变 三 把握机会多过自存 约瑟把握机会来投资爱 很多人在这次的病毒扩散 都为了自存 没有顾虑到别人的需要 神的话告诉我们 我们要把握机会来祝福别人 不要保护自己来生存 学习冒险地去祝福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传递爱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教导我要好好地把握机会来传福音 你能在患难的时候 使用我来成为别人的祝福 教导我有看见 也有行动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教导 教导 谢谢观看